那咱们继续 继续去讲这个缓存 这一块 只不过呢 咱们来看一下 那我这一PPT 咱们打开一下 首先呢 咱们刚才上节课讲了这个缓存这块了 那这节课咱们继续来说一点 对于这个缓存 你一些简单结构的这个缓存 确实是可以放到Redis里 但是有一些复杂结构啊 就是不太适合这个Redis了 你比如说像咱们之前老师讲的一个这个树上结构 这种问题 他这个这个树上结构我要查询的这个可能很复杂 可能这个树上结构很大一个树形 可能几万条几十万条树形 然后呢他要跟其他的这个一张大表几百万这个数据表进行Join 或者是再几点几百万表Join 或者是更复杂 那这东西呢 本身来讲多表的这个大表这种Join性能本身就不是那么特别好 你得需要分区啊加索眼啊进行优化呀 那这个性能本身就得优化 刚优化好它 然后又上来一个这个用Stat with Connect by 这种地规的这种大表去Join 那肯定性能绝对不会快的 那这个怎么去做呢 那你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数据库表结构设计的时候 做了一个这个管理机构关系的这个维护哈 那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没有 嗯 咱们来看一下 那也就是说呢 在基础信息里边哈 有一个这样的一张表哈 你会发现它缓存都是一个关系啊 看见了吗 缓存都是一个这个机构跟上级机构的一个关系 那么像这种数据啊 只要发生Update的话 那我肯定会跑一个转一个存储过程 然后去对这个这张表发生啊 进行更新啊 那在这儿呢 我不建议它这个数据啊 这个大数据用到这个redis缓存里啊 那我是建议呢 你直接查这张表就够了啊 然后呢 这个关系呢 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哈 咱们可以看一下 嗯 那我在这儿呢 就是啊 这个有一个这个缓存的数型啊 那这个select啊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select怎么去写的啊 我把它copy copy到这个pscodedeveloper里边 那咱们查 就查这个 呃 就是org啊 这张表就是一个这个数型表嘛 当然我不可能有很多数据啊 我这些60多数据 但是他们都是有父子关系的啊 那我现在把这个贴进来 我先查第一个啊 我查第一个 这个这个 当然这数据小 显不出来性的啊 也就是说 我从房杉下面这里边 哎 这些 都 你看这个parent ID哈 这个房杉的parent ID是这个 可能就是在 在上面交通局北京市了 10000这个北京市 1100北京了 然后下面 这个parent ID哈 都是都是 都是这个房杉交通局了啊 你可以拉一下啊 可以看一下啊 都是这个290啊 那这个290 那就是它是子节点 包括还有下级子节点啊 等等很多啊 这个数可能很长的 我们之前查的时候 就是大的位子 然后加上connect by pro啊 然后负 ID加上这个啊 就当先 ID加上这个 parent ID表示向下查询啊 就是查这个节点下 所有的子节点吧 嗯 包含这个节点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种查询的性能 肯定如果要是这个 级别多的话 层级多的话 这个性能就是地规查询啊 那这个效率可能就不是很高 那怎么办呀 我们需要把这种父子关系 映射成一个这个啊 管理机构关系表啊 那这个管理就 reference这个关系表呢 现在是啊 是是是空的啊 那我们去映射一下 嗯 在这呢 就得自己去写这个 这个producer了啊 存在过程 我这producer呢 已经实现好了 我直接站过来 Ctrl A Ctrl A Ctrl C C Ctrl A C 啊 粘过来 好了 然后呢 我直接就是 拥有一个这个SQL window 哈 然后直接粘啊 这里边首先把包体生成一下 然后把包这个啊 包包头生成一下 然后把包体生成一下 然后拽完了之后 咱们给它关掉 到这个啊 producer里边啊 刷一下 sorry 不是producer 是package 啊 看 现在呢 就是我又多了一个这个 叫做 哎呀 MST啊 这块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里边怎么去写的 就微有这小老 哈 基本上啊 这个SQL也很简单啊 基本上就是什么呀 就是啊 定义了一个自动译表类型 然后定义了一个这个 呃 表类型的变量 然后声明了一个循环的变量 然后去首先啊 如果你这个边系 关系发生变动的话呢 你整个这个reference表都要清除的啊 这是肯定的啊 因为你这个表结构 你比如 这个很复杂哈 这个数形节点其实很复杂的 这个操作关系 所以说你只能全表删除 为什么呀 我先给你讲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现在有两个平级的节点 这是一 这是二 好 然后它下面都有两个节点 这是1.1 这是1.2 那这个是2.1 这是2.2 我们可能做的这种数形操作是 哎 把这个节点删除了 这个很正常是吧 或者是把这个节点删除了 那这个你简单update一下就行了 这个关系 有的时候呢 你是把这个节点1.1 这个节点给它移动到1.2 下面了 能力有什么意思吧 就是哎 1.1放到这了 或者有的时候 你把这个节点直接按到这个 这个节点下面了 或者呢 你又把它提到上级了 我这关系基本上你想维护拿了去了啊 所以说咱们要做怎么办 你没法去维护这个关系 它变化太多了 包括新增修改等等 所以说我们这个关系维护的时候 就首先全表删 然后重新去载入数据啊 这个思考我就 我就不详细说了哈 你自己可以看一看 就利用一些游标 然后加上复復循环 然后去生成这个关系 总之呢 我们转一下你就知道了啊 我们首先就是begin 然后end 然后我在这里呢 就把这个啊 就是啊 这个怎么怎么写啊 应该是pkg 啊 点啊 杠叫mst点啊 就是这个啊 然后给它掉一下啊 像这种就数据发生更新的时候 就掉下这个村序过程就可以了啊 然后去commit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select这个reference这个表啊 selectsing from这张表啊 看一下 OK 那这张表维护的就是啊 一个管理机构关系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再去查询的时候 竖行结构的时候 我们就不去走这个start with肯来败了 我们就走这个啊 就是直接转这个管理机构关系 然后on id等于这个 这个这个管理机构关系 这个mof就是关系表 然后他们 然后这个where parent id等于一个啊 那这样的话 很快也可以查询出来同样的数据啊 那这个 如果层次结构特别特别深啊 好几层 包括数据量特别大的时候 那这个性能要比这个性能 做低规查询要快了 不只是一个数量级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 其实就相当于 这几张表 join 然后啊 招援完了之后 跟我这边做一个这个 并行的案子查询 就是并啊 去就去并级 案子查询 就就跟关系表 就不需要再低规了 所以说这种设计呢 还是啊 我个人觉得最好的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类似于这种数据库表结构啊 这种比较精简的这个表格设计 其实有很多方式啊 有很多方式 那在这里呢 我只是说啊 缓存 有些内容需要缓存 有些内容就没必要去缓存啊 像这种复杂的数型 复杂的数据结构 你怎么缓存 怎么缓存都是 无济于事啊 其实也不是说不能缓存 当你缓存起来之后 你这关系就太难维护了 因为你数据一旦发生update 你整个缓存都得全清一遍 然后呢 你还得从数据库里去查出来 放到redis缓存链 你倒不如直接查这个数据库 这样来的更方便一些 OK 好了 那基本上呢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行政区换 还记得吧 就是这块我还是留一个 小的这个任务了 当然不能说我这个整个项目 全是我自己讲 我留一个小的任务 就是说我们之前 不有一个这个dist吗 这个dist表示行政区换 我query一下 那他呢 就是不 他其实也是相当于一个数型 但是是一种特殊的数型 这种数型不是那种 父子关系 ID和parent ID 是一种什么呀 就是这种 就是100 1100是属于北京 然后1100 0100 这是北京下面的一些 这个曲线 然后怎么怎么样 他是有这种 用一个字段就能 用一个什么呀 用一个这种 就是 怎么说呢 我在写查询的时候 用一个这个 11 就like like 分号 11 然后 杠杠 就这种 下滑线 或者是用这个百分号 like 就能把这个后面的数据 过滤出来的 像这种东西 其实我放到荷子村里 还是有必要的 并且这种形状形化 这种东西 不变 永远不变 所以说留一个小任务 就是说 问你 你怎么能够实现 就是能把这个数据 放到RESIS 环境里 是吧 那这个数据结构 你自己去定义 看看你能不能去 做到这一点 那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也不难 当然也不难 好了 然后呢 这个 对于说这个 第七点 然后这个 对于RockM 对于这个RockMQ 然后我已经讲过了 那个项目了 就是 当然这个是 是咱们这个 后面我会发你视频 由于这七八呢 是 是咱们先讲的 这个RockMQ 然后再讲的幻存 这个先后顺序 有点反了 所以说我现在这个 说这个事 你可能不太清楚 到时候 你就知道了 往下看 OK 那这节课 先不提这事了 反正到时候 你也会有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下讲呢 就是 正好来讲 我们下节课的视频 应该是这个 RockMQ 但是这个事 我已经在前几天 提前跟你们讲完了 然后有一个小任务 就是 他跟ZooKeeper 怎么去协调管理集成 这个你们自己来做 我觉得你们应该 有这个能力了 如果说所有的这个事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去讲完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 太大意义 好了 那么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 然后咱们这个 到时候再抽一天时间 去说一下这个 最后的这个 就是什么呀 就是